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爱的经典科幻电影《人工智能》 故事发生在未来,温室消耗影越发严重,冰川融化 沿海城市被淹没,可用的资源越来越少 为了适应恶劣的环境,人类在全球落实了计划生育 于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变成了重要劳动力 但机器公司艾伦博士认为这还不够 他想生产有爱有情感的儿童机器人,卖给没有孩子的家庭 莫妮卡夫妇的儿子马丁身患重病 只能靠冰冻维持生命,也许永远不会醒来 丈夫亨利为了缓解妻子的伤痛,送给他一个儿童机器人大卫 一开始莫妮卡非常抗拒,他觉得机器人面无表情十分怪异 但慢慢的,他被大卫的单纯善良所感动 并激活了他爱的芯片,并把马丁的泰迪熊送给了他 彼此过得非常开心 某天,莫妮卡突然接到医院电话 儿子苏醒了可以回家 他欣喜若狂,把儿子接回家并介绍给大卫 睡前给马丁讲男性女能把默认变成真人的故事 一边的大卫听得入迷 从那以后,他经常模仿马丁的动作 而马丁故意刺激他大口大口地吃 结果导致大卫身体损坏 虽然莫妮卡知道大卫不知道痛 但他还是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晚上马丁怂恿大卫只有剪下妈妈的头发 待在身边才能得到妈妈更多的爱 大卫在剪头发时,妈妈刚好翻身 弄伤了妈妈的眼睛 妈妈醒来后对大卫大发鼻气 而异防的泰迪熊却把那女头发藏了起来 第二天,在马丁的生日会上 妈妈出于安全考虑 劝妈妈把大卫送回工厂销毁 可妈妈舍不得 这时,其他小朋友用刀刺大卫 惊慌的大卫连忙抱紧马丁 结果两人一起掉入游泳池 这次妈妈终于决定送走大卫 但妈妈又不忍心销毁她,便把她扔在树林里 让她远离人类 而大卫以为妈妈抛弃自己是因为自己不是人类 他想起妈妈之前说的故事 于是开始寻找蓝仙女 却被当成淘宝的机器人抓进了机器屠宰场 那里的人以残杀机器人为乐 就在轮到处理大卫的时候 他像人类一样求饶 面对如此逼真的儿童机器人 观众发生了暴动 混乱中他与机器人乔一起逃了出来 两人踏上了寻找蓝仙女之路 在乔的带领下 两人来到燕都找到万世通博士 通过询问得知 要到海水淹没的曼哈顿找艾伦博士 两人经历一番波折来到曼哈顿 可在大楼里大卫发现 无理正坐着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他无法接受眼前的一切 愤怒地用台灯摧毁达 这是艾伦博士出现 大卫希望他能把自己变成真人 而艾伦博士却告诉他 万世通博士的话是他设计的 想测试大卫的推理能力 随后艾伦便找到研发人员 此时大卫万念俱灰 走到书房 看到一排排还未完工的机器人 全和自己一样 他绝望地坐在窗台边 接着筋疲力尽地掉进海里 渐渐沉入海底 突然他看到蓝仙女 这时乔看到他跳入海里 开着飞行器救起他 而刚上来的乔 因为涉嫌杀人案 又被警察抓走 但他告诉大卫 如果蓝仙女真把大卫变成人类 请告诉蓝仙女自己曾经来过这个世界 于是大卫开着飞行器 再次回到海底找蓝仙女 大卫在他面前默默地祈祷一遍又一遍 而大卫不知道的是 蓝仙女只不过是游乐园的一座雕像 沧海桑田时间过去了两千年 人类已经灭亡 新型的机器人成了地球的主人 他们发现大卫唤醒了他 甚至读取了他所有的记忆 并为他建造了一个家 当他醒来时发现没有妈妈 新型机器人为了让大卫开心 为他建了一个蓝仙女幻象 他请求蓝仙女将他变成人类 可蓝仙女表示无能为力 并告诉他妈妈已经死了 如果有妈妈的海骨或者是头发的话 可复活人类 但只有一天的生命 这次泰迪兄拿出之前藏在身上的头发 妈妈苏醒后 与大卫度过了快乐的一天 给他擦头发 给他讲故事 给他过生日 没有马丁 也没有爸爸 只有他和妈妈 可夜幕很快降临 妈妈告诉大卫 自己一直很爱他 大卫抱着妈妈 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在妈妈进入无意识状态后 大卫握着妈妈的手 躺在妈妈的身边 也进入了梦乡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就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